我身處的是香港墳墻 它是亞洲目前為止 少數謹存 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 花園墳墻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 當時歐洲興起 將墳墻變成一個花園 讓大眾進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 所以大家看到 除了有噴水池之外 附近也有一些參天的大樹 我想超過一百年 探險隊1842 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大家又到星期一 探險隊1842的時間 今晚探險隊多了一個隊員 大家坐在中間這位 頭部有一點點噴 就是黃敬聰博士 就是長春社的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的副執行總監 我沒有說錯嗎 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很厲害 你一次過沒有說錯 很難 經常都怕記不到 今天找外援 其實這個特種部隊來幫忙 當然是跟我們的題目有關 我們適當時候都需要很多專家 希望將香港歷史 他們認識的 或者了解給我們深入 當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記住 我們現在城寨有個APP 推出了 這個APP 下載的數目 都相當好的 這幾天都是排第一 也希望大家下載了APP 的城寨支持者 你上去評分 起碼都給五顆星 這個評分 就可以推給多些人 知道這件事 就會更加多人下載 更加多人下載 更加多人下載有什麼好處 其實是跟你有關的 將來這些 你們的導賞活動 其實我們想做多一些 將那個機構 我們認同他們理念的機構 跟我們的社群 將它結合起來 你們最重要的是 搞了一些活動 你想多些人參加 沒錯 亦都希望做了一些研究 是多些人分享的 沒錯 但現在很多時候 主流媒體 就不去覆蓋這些事情 因為你不夠爆 不夠白 沒有曾志偉那麼厲害 大哥 我那天跟蕭若元說 大哥你評論曾志偉 幾十萬人看 我們這些當然沒有 我們講香港歷史 其實很需要 就是將那些 我們叫掃餅稅 雖然是職位的 其實很多人是有興趣的 我們只要將它們 能夠撮合起來 我相信 就可以慢慢慢慢 大家會發現到的興趣 就像滾雪球一樣 我相信 長春社這個 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都有很多這類的活動 對 也有很多時候 找到一些專家 帶大家去參加 這些道賞 或者保育活動 很希望將來 都可以將你們的活動 放在我們APPs裏面 大家可以通過APPs 報名之後 去你那裏 去參加那些 除了我們的課程 龍津義學之外 有很多外面的團體活動 記住下載 下載之後 我們希望 上了APPs多一個星期之後 我們希望可以突破 這個一萬大關 現在有機會 其實已經去到五千多了 所以 就記住 Rate那個APPs 還有 介紹多些 給你的親朋戚友 一起去下載 那就講回 今天我們探險隊的主題 我們 陳人啟 休息完之後回來 我們就想了一個新的主題 就是講殖民地城市的 都市生活的形態 這個很特別的 因為傳統的 譬如廣州 內陸的城市 他們的都市生活的形態 在19世紀 跟香港是很不同的 因為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 跟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很多的這些 因為維多利亞時代 就是城市建設一個很大的 甲身的時代 包括市政 我們講過 市政局 即是結證局的發展 排污 渠報 衛生 公共衛生 然後上一集 我們講過 就是行下 行下 行下社會 香港Club 的出現 其實香港Club 是很久歷史的 19世紀英戰 1846年 不久 四年之後 其實已經有香港Club 成為英國人 一個上流社會的圈子 今天我們的主題 就是講這個慈善 為什麼呢 這個也是跟內陸的 中國大陸的城市有分別的 是的 因為你會見到 其實我們看回 剛才 細黎卿也說了 其實兩地 因為接受了英國人的統治之後 文化上其實有一個差異 慢慢有差異 而傳統 我們看到一些傳統的 中國的一些善堂 基本上他們的理念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根據私善者 即是給錢的人去做事 這個就是 我們回到概念層面 香港出現的慈善團體 和內地的濟貧 善堂這些東西 不是唯獨香港有 我們知道大陸 其實中國歷史上 都有相當長的歷史 開廠牌媚 鎮載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除了剛才說的 就是老闆做事 沒有公司章程 什麼都沒有 沒有任何的 因為你始終給錢的最大 自然講求 那個私善者 他們本身 他們的意願是怎樣 而不是講求 受助者 他們本身 他需要什麼 例如我是李嘉誠 我要做老人 我就做這個 李嘉誠老人中心 那就可以了 是的 李嘉誠說想怎樣幫助老人 就是李嘉誠說的 是的 他可以這樣做 但你看到 譬如我們看以前 明清時期那些 善堂的特色 除了由私善者 去持續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由一些香薪去負責 可能他在香薪 他本身怎樣成為香薪 就考過科舉 是 受過瑜伽的教育 很多時候他做這些行為 就帶了一些瑜伽的 一種教化的精神 是的 我也補充一點 其實在傳統中國 宗族社會 譬如最了解 比較清晰的 可能就是 大家可能聽過 這個范仲淹 范仲淹的家族 原本是貧困的 怎樣發展他的宗族社會 大概從宋朝開始 現在我們所說的 慈善是一種救濟 一種救濟 但以前很多時候 是靠那個宗族社會 去進行救濟 譬如那條村 我們有一個祠堂 整個家族的姓 譬如是姓陳的那條村 以慈善做中心 但一切的慈善事業 就是由 慈善裡面的 村裡面的 最大的那個就是華氏 最大的那邊就是 剛才黃興說過的那個時薪 那個時薪 那個時薪就是考過科舉 做過官 可能後來就是退了休 回來的 他就主持一切 基本上就是通過一個 中族的社會的自救 其實跟這個政府是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一個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是由中族去包辦了很多公共權力 或者政府或者社會的機構應該做的事情 剛才說救濟 譬如教育 教育 甚至就是那條村裡面的規矩 他想他們那條村多些人做官 扮多些 扮多些 撲撲齋 私屬 移學 那些東西 培養多些人上去考科舉 因為你要想想 因為真的中國地大蜜薄 你想想他們的資源 其實就很難伸進去地區那裡 就是靠一些受過考科舉的 忠於朝廷的一些事新階層 比現在好很多 現在除了套丁之外 什麼都不做 他們這班鄉紳 他們就會去救濟 但是救濟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有取捨 舉例 譬如說 其實以前有很多類型的 如果第二條村的樓民 就是那些周圍的災民走過來 你這條村拿東西 那行不行 其實他未必會救濟 是一個宗族社 其實 又要這樣看 看看他們本身是否屬於一個城市的區域 也要看回 如果說到一些貧共的鄉村裡面 他們當然有一個取捨 甚至他們用的方式都很特別 譬如說幾個 大家看看他們會做什麼功能 譬如說 有些叫做清節堂 清節堂其實是專門安頓一些 寡婦捷婦 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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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個住 對 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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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看他有多窮 看他有多大的需要 就不是這樣的 我想舉這個例子 希望明白到其實他這種行為 你會見到他隨自己的出發 或者自己的目標去出發 還有他會不會有這些所謂瑜伽的道德教化 譬如在宋明理學下面 很強調精折 折腐這個觀念的時候 所以就弄了這些東西出來 你越是折腐 他就救濟得不到 可能如果你是淫婦就不救濟 當然不救濟 還用說的 淫婦可能窮了 那些不浸豬籠也偷笑 又要這樣看 他們有時候去看救濟 有時候他們會看回實際的情況 但可以想到的話 他們為何到差不多清中葉的時候 清節堂醫的數目不斷增加 特別在江南的地方 為甚麼呢 我想是跟那個理學有關的吧 不是 跟太平天國 死了很多藍丁 沒錯 而這班在江南的一些人 其實有部份很多是很有錢的 很有錢 最富庶的地方 所以當丈夫過世之後 可能會遺落了很大筆遺產給寡婦 很多的一些流民就會 搶走他們 對 搶走他們 搶走他們 搶走女人 搶走財產 是的 所以有見於此有些鄉紳 比較正氣的鄉紳 特別設立了清節的 但會不會 鄉紳也是盯著他們的財產 不知道而已 不過有時候可以想一想 始終在那個時代裡 以鄉紳可能相對來說 他們會負責出錢 出力 政府監管相對就很少了 政府不參與 對 除非怎樣 大哥 軍隊都是由鄉紳去負責 對 團練 除非發生了很大件事 雙軍就是這樣 壞軍就是這樣 所以政府根本搞不定 他盡量都希望由當地的鄉紳去教 傳統中國社會很明顯 就是由宗族去承擔了很多政府公共的功能 教育 制貧 慈善等等 香港本身1842之後 沒有一個大的宗族社會 因為是移民城市 移民城市 沒錯 所以當時來說 除了英國來 或者天主教會 發揮那個角色之外 何時開始 由華人開始 將西方的制貧 慈善這件事 在香港慢慢增加上來 應該這麼說 最早一些華人比較有權力的人 當時就不再計算他們 而不是公明 而是說他們究竟有沒有錢 可能你之前早些的雜數裏面 也有討論過哪些人很有錢 那時文武廟 是文武廟 沒錯 最早的時候你會看到 來香港的人主要都是貧富的大眾 有錢的人是極少的 我剛才說低端人口 大部分是低端人口 還有來碰運氣的 有錢的人很多時候都是做一些高風險的 走私 走私 地瓦 開技院 投地 其實跟現在都一樣 但其實我想說那時的波動是很厲害的 很多時候三間坪就五間坪 人武廟的那班鄉新 即所謂商人 其實都是跟中上環開發動產有關的 最早期兩個人 一個是譚阿財 譚阿財 一個是盧阿貴 兩個都是鄧家仁 鄧家仁 鄧家仁 譚阿財 是開評人 是開評家仁 即是八勝廟 我們上次說 八勝廟 即是擺鹹魚 就是現在的上環的港幅宜池 港幅宜池那裏 他們有一班 現在沒有擺鹹魚的文物 沒有啦 政府沒有留下的遺跡 其實如果你想看大口環的東華宜庄 其實他們還有一些 有小部分的棺材還在 是的 鹹魚都沒有了 有 在大口環那裏有 因為其實那幾座棺材據聞 它本身以前是東華的總理 因為不知道什麽原因 他就過世了 就放在義莊那裏 沒有落狀的 是沒有落狀的 原本應該要搬回鄉下落狀 但後來因為一些原因 放到現在 就放到現在 那副骨還在那裏 食杖棺材裏面有餡的 有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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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港幅宜池 他後來沒有多久都被人投訴 就是說他有生人又放在那裏 病了的人又在那裏 死人又放在那裏 死人又放在那裏 於是 當這些事件鬧大的時候 政府就要做事 那裏是因為西部記者 那裏是因為西部記者 就跑去報 但新聞就去了英國 那裏是因為土人 土著 沒有衛生觀念 沒有衛生觀念 死人混在一起 有動物 有糞便 有屍體 變成很惡劣 所以他們在1870年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興建第一間的東華醫院 東華醫院 而這個東華醫院 其實是一個在香港 就是我們研究香港歷史的殖民地史 這一段時間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就是有一班在當時最得寧 最有錢的高等華人 所謂的高等華人 聚集在一起 就是去開辦了這個的東華醫院 其實現在他有個博物館 有在王國 在王國 廣華醫院 想問一下 很簡單 我就看了東華醫院的歷史圖片 為何那群人 每個都有清朝的頂帶 那些全部都是給錢買的 就好像現在 整個政協的身份 就是那個慈善團體的總理 就是真的不是官 第二 你是英國殖民地 清朝的頂帶有鬼用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做 他們這班高等華人 高端華人 為什麼不穿西服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很多生意都還在內地 特別是南北韓 跟現在捐個政協回來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歷史不斷循環 名字不同 以前整個頂帶花齡 現在拿政協一樣 因為他捐個官之後 他在內地就比較容易指令 現在可以有個中港車牌特別通道 國關快一點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 就不是因為他是東華 所以有頂帶 而是因為他有錢 所以大陸捐了 他就拿了一套制服回來 拍張照片 到東華要有大的喜慶節日的時候 他們就穿出來威威 就是等於掛荷蘭水蓋出來威威 所以他的頂帶就不是因為東華總理 而是因為他捐了曹運 河督那些位置回來 即是捐官 捐官的時候他們雖然沒有那個權利 但是名義上是官 即是現在捐個政協一樣 其實就是政協 尤其是他們同一輩子 捐官的話 在內地做生意或者做什麼都會方便一點 而且建官不用跪 而且我看到你有我也老大也捐過 沒有理由把我給下去 所以他一方面走兩邊 他在這裏做了東華之後 他當然社會地位會提高 即你是東華 另一方面他又捐官 他又可以在內地做生意 你早有沒有把一些公共權力交給這些組織 東華的組織和這些總理 其實早期來說其實是有的 因為文武廟就知道那時候可以審案 商業糾紛那些在文武廟審 其實後來就把文武廟的權力 慢慢轉移到東華那裡 即是華人之間的糾紛可以去仲裁 即是那些總理是鄭若驊來的 仲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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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們這班華人 因為第一是他們有社會地位 甚至他們能夠做到東華的總理 最初是他們怎樣去選擇 他們那些大粒能夠做到他們的總理 不是說我捐些錢就可以 他有很多其他是一些行業的橋廠 是不是英國人選擇的 不是 自己推舉 本身他在那個行業那裡 例如南北韓做得很厲害 南北韓公所的頭 是的 他自己行來自己投票 選那個人 工人組別 是的 或者是買版 是的 金山莊 金山莊 越南莊 一個緬甸莊 一個 他就讓他們做一些總理 所以這班人變成一個很有身份象徵 但他有沒有一個法定的權力 這個組織的條例 是否基於英國人在香港立法例 因為純粹是一個章程 其實他只不過最初就說 例如文武廟可以審理一些簡單的文事 但其實很多時候華人根本就不會去 不會去法院 不會去那個 對 不會去大國 所以他根本就知道一班人是最威 對 等於在鄉村裏面 你自然就找一些鄉親去平靜 不會去找資源 對 你不會去找資源 一進去你已經被人打身 我知道 因為其實鄉下祠堂可以審通奸 所以怎會去浸豬籠 其實他也有執法權 所以他們變成 這一班的總理 無形中就變成 尤其是商業的打算 商業仲裁 很多時候就由這班人去負責 我想跟早期英國人 管治香港的理念有關 因為我們上幾集都說過 英國人管治香港的目的 他不是想拿到香港的資源 他只是作為一個立足點 然後發展遠東的貿易市場 所以他們對於說 來到香港的那班華人 基本上他們都懶惰你 你自己搞定 你自己搞定你也會煩我 所以他基本上說 凡是有華人自己的事務 他就交給華人 其實是一種高度自治 其實他真的不想理 基本上是一成兩制 因為他沒有想過 內地不斷有戰略 這麼多人來 不斷有華人走下來 他控制不到 但那時候更誇張 雖然說他是殖民地 但他是自由的 沒有邊境 沒有 他喜歡來 一打仗就來了 內地一打仗 那些人一群都湧過來 其實他們最初 他們自己本身都可能有些規劃 完全都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所以英國政府最初管理華人 其實就是虎華道 華文政務司 其實他就是負責註冊 人後登記 其他甚麼都不管 其實是書記官 記者 沒錯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是不想著負責很多 所以我想剛才我們講到東華 其實很多時候 英國人因為採取是不理 總之你華人自治 不干預你自己搞定的話 所以早期的華人 如果我們說 因為今集說的慈善 我覺得最早更加早的是甚麼 其實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一些同鄉會 譬如一些不同的鄉下 即一些男人 在香港搵食 但死了怎麼辦 或者有些病 都要互相扶持 最初有組織過同鄉會 這個我想是更加初型的一種救濟 其實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之前說過就是客社會 例如孤雷 旁業之間 旁業之間 一方面是互相扶持 通過這些秘密的匯寫 都是其中一個的互相扶持 不過到了後來發展最厲害 當然是東華 是的 其實一直都有 因為他們這麼多的移民走下來 他們可能從事很多 例如一些比較 勞動性的工作 苦力 打石 他們需要團結 他們組織了同鄉會 或者是行會 同業工會 同業工會 在族群上 可能是同鄉會 同一族群 如果是大家做同一件事 被打石 但是為什麼香港和內地 其中在十九世紀有分別 就是內地在其他城市移民的商人 就會組成一些商幫 譬如廣東會館 可能是北京 廣東會館很出名的 其實影響力也很大 這些會館本身 就是將在北京的月籍商人組織起來 譬如香港的寧波會館 即是江節的商人組織起來 他們都是做一些社會救濟的事情 有 其實香港早期都有 譬如四一商會最出名 四一商會其實就是當 中山石旗那時候 譬如我們所說的李星 他們那些人就是四一商會 但是後來四一商會 基本上在香港早期 也有搞教育 有 好像有學校 有 李星小學現在還在 在港大 就算這些商會 同鄉會也有學校 有很多 現在都有 潮州商會 潮州商會 什麼五一什麼什麼中學 什麼四一工商會 什麼中學 現在還有 這些一方面都是互相扶持 也有救濟的 不過四一商會更特別 我們之前說的革命 有說過 他參與革命 參與孫中山的革命 所以到了革命結束之後 英國人就對他不滿了 是的 所以變成他們有些 英國人 港英政府其實很懂得玩手段 即是他知道四一那群人 其實背後是支持孫中山 所以他反而去找一些 扶持一些他覺得信得過的華人 這群華人通常可能是在香港出生的 甚至是接受過英國的教育 他才去 即像河東那一類 例如 最初是何啟 或者是周秀神 他是香港兒子 那時候就回來 這樣就充滿了所謂的一些經驗 他有做官的經驗 所以那時候 港英政府就吸納了他 所以你會看到他為何 他慢慢做過很多不同的 譬如會做團防局 會做定例局 甚至是議政局 其實我覺得這個 會不會和現在的分別是什麼 以前你成為英國人的建制派 就是你不可以有一個很大的社會基礎力量 你留意一下 剛才你說的那些 譬如雙幫 譬如五一、四一、黑家、潮州 這些雙幫 和剛才周秀神那種是兩種人 包括何啟 他們那種背後 其實沒有一個中族雙幫 或者本土華人勢力 這樣英國人才能夠抓到你 而且我覺得 不是反過來李騎英國人 那時候四一工商總會 很簡單 林鄭是騎不到李慧琼的 因為李慧琼後面有個龐大的左派組織 那時候四一正正因為 辛亥革命之後 因為四一雙人是支持孫中山 所以後來革命之後 譬如李幾堂 李幾堂 他兒子 他做了廣東省的財政廳 他們在革命政權裏面是有地位的 所以英國人就放棄了這班人 因為你看到的 其實我們剛才說 譬如何啟這班 沒有跟沒有強 提拔上去 英國人一手扶植上去 如果你在華人社會 已經有跟有強 實際上當他進去之後 他反過來就會主宰英國的政策 政府本身沒有做一個自主性 他在華人社會 因為他是殖民地政權 他不可能是你 這個其實會導致政治鬥爭 會帶進去殖民政府裏面 他做不到一個所謂Blocker的角色 但如果他站在你上面 他就可以控制 你留意到1949年之後 很奇怪的 英國政府在香港的總督 譬如戴倫子那些 其實他是扶植上海商人 沒有跟沒有強 你看看田北俊的父親田元浩 唐英年的伯爺 唐長千那些 其實是那時候走爛幕 但因為這班人學歷好 留學美國英國 懂英文 可以跟著英國的官員 去做那些訪息 多簽談判那些 他就讓他們進行政局 反而他不會重用那些 在香港華人社會 延續到一直 在二致大戰之後 其實你剛才說得也對 另外還有一件事 他們都會時不時留意 就算他信任你 覺得你是可以給你一些官職 可能他覺得你是可以重用你的 但如果看到你有問題 隨時就會 這個就是品格審查 其實最典型的那天是誰 豪啟 早期英國人 最短型是譚慧珠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何啟 因為後來他參與孫中山革命 都可以猜得幾入 所以到了後來 革命成功之後 基本上英國人就放棄了他 所以他就沒有再做 即是沒有再給他做 定例局的議員 最後就是啟德賓法 就占了 占了 你沒有了權力之後 沒有英國人照理之後 其實我想問 到底東話 或者是後來的香港的慈善機構 跟傳統的慈善組織的運作 有什麼不同呢 他是否比較現代化的 其實我覺得 一方面 其實他 這些 比如東話 補良 這些慈善組織 一方面其實他就 給了幾大的空間 他發展 另一方面 當有事發生的時候 有任何 比如報紙報道 出現的時候 他們就 問責的 那些南北行友 什麼都好 跟大陸關係太密切的時候 去DQ他 其實他們 你說得對 之前其實 因為到清中業的時候 經常有很多的戰亂 因為內地有很多戰亂 而內地戰亂的時候 甚至有些災害的情況 其實東話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去救助他們 關他差事 回大陸救災 對 好像華東水災 香港那天都捐錢 你要看回 那些人都捐了 那些人在大陸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行為 等於我們民川地震 林鄭付100億上去 所以現在我們去廣華醫院的博物館 有些牌匾 有很多牌匾 有些牌匾 以前的 江水皇 江水皇帝 後來徐世昌 刺鼻的東話 刺鼻的 刺鼻的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自己的報紙 我選西部 西部他們都會假裝他們 假裝東話 你要看那個 誰是老闆 不要認錯老闆 他都會說 有些時候好像不太合規矩 譬如說救濟員的地方 可能皇帝頒的牌匾給你 但是頒牌匾的時候 可能你又沒有正式通知 知會港英政府 就這樣自己大意宣傳 就是哪個是主場 對 哪個是主場 你在我的牆匾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那些角力 你會看到很多 但是有沒有因為總理這樣 被英國佬堆低了 譚為朱之流 就是Garrett 因為他不是本身 他的權力的中心 他不是他本身 是他的外圍 但是他會慢慢有些制衡的活動 就是他後來會做這麼多半官方的諮詢 譬如說團房局 為什麼會做這些 拆散他 沒錯 他就是慢慢希望把華人部分 他覺得信一個華人的精英 納入在他自己管治的團隊 因為他要是以港英做主體 他不可以以你做主體 這是殖民地體制 如果你做主體 就是你回來咬我 你把那些錢 讓他調到大陸救災 我也控制不了你 但是如果我做主體 就是我撥款給你 或者我委任你 我承認你做總理 其實是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 你現在看到 很多總理的就職 都要民政事務局的人去參與 他好像 我從小到大的印象 就像東華三院的總理也好 保良也好 因為其實你要看回 他什麼時候成為一個法定團體 你要看回 其實到戰後的時候 你慢慢會看到 他將東華保良局 成為他們受資助的慈善團體的時候 變成他們需要付 某些法例的監管 或者一些條例的時候 他們的組織上 他們就會有一些官員 會進入他們的主體 沒錯 進而變成他們領袖的角色 所以你慢慢會看到 相對地淡化了 淡化了 就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是的 其實要看回 例如東華初初出現 剛才王興說過 因為白聖廟那件事 搞得很大 另外 其實東華的出現 某些程度上 政府是有參與的 不只是民間運作 那麼簡單 因為醫院本身要政府撥款輕建 是的 其中一件事 其實醫院的錢 有很大部份是民間給的 另外一件事 那些人就說 我們不應該開賣 做一些好事 有些道德 什麼 道德 但是錢已經收了 那些錢已經收了 怎麼搞呢 那些錢不知道怎麼用 最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當時很多華人 其實那時候有國家醫院 即西醫院 英國人 中國人是不看西醫的 中國人只看中醫 就是信中醫 所以後來 譬如到了很多病毒的時候 他們不看西醫 那就是看中醫 那怎麼辦呢 所以想到了 不如就把那筆錢放進去 給他一個帝 然後叫華人時薪 不如革密 整個東華醫院 其實是這樣的原因 但政府其實一直是沒有 即他是想通過東華 去控制華人 或管制華人 但其實政府某些程度上 他也是在控制東華 其中一個最主要是什麼 東華其實是初期的時候 是一個中醫的醫院 是提供中醫 是給華人 因為華人不會看西醫 但其實政府一直想 將東華的中醫 慢慢扭轉成西醫 不過一直都不成功 因為華人都不會理會 很抗拒西醫 即是覺得 西醫你創了肚子 會不會走去 男女受受不親 做什麼 所以後來怎麼做呢 就是我上一集說過 就是這個鼠疫 鼠疫 即是194年 194年來鼠疫 那個鼠疫 那個鼠疫 因為中醫真的搞不定 那時候 還有在進了東華 像沙士一樣 死了很多人 差不多進了院 超過一半的人 死了 政府趁這個機會 叫何啟 然後做了一個醫務委員會 來監察 這個就是由政府 找了委任何啟 由政府來監察這個東華 然後就慢慢去控制這個東華 其實 由最初他們本身是中醫的 他們仍然要派一個西醫的醫官下去 其實這個 到了後來 慢慢到30年代的時候 東華 他們慢慢因為經濟不好 籌款的能力低的時候 他們慢慢 港英政府就慢慢跟你談 究竟呢 他們只是支持你有關西醫的服務 中醫就不理你了 所以為何會到戰後的時候 為何東華的中醫慢慢會 沒落色微 就是這個重要的原因 我們休息一會 先回來繼續說說東華 就是和香港的慈善事業 一直慢慢演變出 我們叫做第三部門 就是一個所謂的資助機構 是很大的關係 還有 對